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明原因突然急发 造成他的下颚当场重弹贯穿脸部 送医不致身亡 军方正在调出监视影像 会配合检调理清原因 台中清泉岗基地传出意外 8号下午原民士兵在打靶训练过程中重弹 经过送医抢救还是身亡 已经死亡了 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那也会这个调出监视的这个录影带 来确认一下他这个造势的原因 国防部长顾立雄证实 这名许姓上宾隶属空军防空气飞弹指挥部302营 8号下午2点多 当时正在进行步枪实弹射击过程 但不明原因枪支击发 造成他的下颚重弹 子弹贯穿脸部 第一时间送往无期同众的医院抢救 但当运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伤重不治 除了做紧急的伤损的抢救以外 那么空军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官兵的眷属 并且指派高阶的干部到现场去协助处理整体的事件 我想发生这样子的人命伤损的事件 对我们所有国军官兵来说都是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 那么有关于事件的详细噪音 我们会配合检调单位 检警的调查去做深入的厘清 空军司令部强调 事件发生后已经联系家属 并立即派遣高阶干部处理 也将成立专案小组 配合检调单位 调查厘清原因 目前将权力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 记得林先生 王龙涛 台中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联合报是提到了 2024诺贝尔物理奖公布 颁给了美国与加拿大的学者 表彰他们在AI人工智慧 内神经网络学习领域的贡献 再来看到自由时报时报导 日前有一团来自嘉义的27人旅行团 在克罗埃西亚旅游期间 因为当地没有收到台湾旅行社的款项 丢包团员 要求美人必须要再付2000欧元 约台币7万元才能脱身 最后是团员当中一名医生 共垫付了台币超过200万元才得以离开 该旅行社被停业三个月 还有两团暂停出团 而中国时报时报导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接受媒体专访 表态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不过必谈是否要出兵协访台湾 检调单位侦办金华城案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已经被羁押超过一个月 而检方昨天是大动作 在约谈了11名证人 包括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以及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吟柱 重点在于厘清可疑的金流 对提问会挥手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以证人身份被约谈 经北剑赴讯后请回 绕从另一个大门离开 身兼东森电市 与茂德国际的总裁张高祥 也被传唤作证 这波约谈名单 更有现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以及博弈业者陈吟柱 还是我们有捐资金现金的部分 没有没有 检林侦办金华城案 距离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积压期满不到一个月 从都委会委员 北市都发局人员 民众党工 微经集团员工 再加上多名被告 已约谈超过五十人 如今调查范围再扩大 从前科办主任李文宗 被收押觐见后 检方持续追经流 八号大动作传唤 十一人以证人身份询问 现在更爆出又有关键人物 柯文哲过去跑行程 都有他在侧 绰号橘子的须致于 被控仪式贴身帐房 但北剑回应 对方人在境外 是案情结与案件角色 仍待调查理清 金华城的容积率争议 到底有没有设备 尚待调查 不过蓝绿议员都关注 检方申请假扣押 金华城土地或准 北市府是否勒令停工 他经过防疫扣押 只有权利是禁止施工勘验 停止或不予施工勘验 但是是否可以勒令停工 其实现在没有任何一个 法源依据 如果他继续做 你就会勒令停工 对不对 面对金华城 目前处理做法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已要求主管机关 多发局不予施工勘验 也再次强调 都是依法行政 记者 传管宣谢正琳 台北报导 时隔半年 国内再度出现了 境外移入麻疹个案 是北部一名男性 九月中旬到越南 赴国岛旅游 返台五天之后发病 目前匡列接触者 154人 机关书表示 麻疹的传播力非常强 而且潜伏期长达三周 有出现红疹等疑似症状 要禁速救医 而另外 新北登革热群聚 上个星期则是新增了 十起的本土病例 新北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 上周一口气新增十例本土病例 个案分别居住在新北市八例 及台北市两例 与先前公布群聚个案 属于同一群聚事件 均感染登革热病毒第二型 累计这起群聚案 已经有六十七例 机关书表示 本周东北季风带来北部豪大雨 不利于防治工作 请民众一定要主动轻刷积水容器 以免滋生病没闻 另外出国旅游得要当心 因为时隔半年 国内再度出现 有境外移入麻疹个案 十一名北部三十多岁男性 九月中旬到越南富国岛旅游 返台五天后开始发病 直到九月底身体出现红疹 第四度就医才确诊 目前掌握接触者一百五十四人 将监测到十月十七号 机关署提醒麻疹潜伏期 可长达三周 而且传播力非常强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致死率可达一成 机关署监测发现近期东南亚国家 麻疹疫情上升 每个月达数百例 越南胡志明市 今年更累计达六百多例 至少造成三名儿童死亡 因此即日起将越南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 提升到第一级注意 也提醒民众如果出现疑似症状 应戴口罩尽速就医 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暴露史 台中市上个月发生女大声过马路 遭到公车撞击死亡 是否启动公车大执法 不过警方在巡逻时 发现了一辆公车没有减速 直接闯红灯 赶紧追上拦下公车 公车驾驶还并称 只是抢黄灯 而根据交通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今年一到七月 台中市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仍旧是全国最高 金士奇拍下 路口车辆因为红灯已经停下 但这辆一五九路公车 却没有减速直接闯红灯 后方正在巡逻的警方募集过程 也赶紧追上拦下公车 上月二十九号 在台中市五旋西路 与大中南路口 违规公车被警方南下后 驾驶还狡辩只是抢黄灯 还因为担心误点 方怨远警执法太严苛 虽然台中市府和警方 加强公车和交通大执法 不过根据交通部公布的最新数据 今年一到七月 台中市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32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人 全国最高 而整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75人 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6人 也是全国最高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 将会盘点行人通行量大的地点 透过道路工程以及调整耗制 实质等作为 持续加强交通事故热区的改善 警方也表示 从九月到十二月 则行人正义大执法专案 加强举例汽机车不停让 今年也已经增设20处的科技执法 并加强导正用路观念 记得林健身王龙涛台中报道 标榜用风辣包覆糖果的辣平糖 近来被不少店家引进台湾来贩售 不过成分上也引发质疑 高雄卫生局从上个月中旬起展开机查 结果发现 人物八卦和大赦夜市 都有业者卖辣平糖 而送院之后发现 有些里头是违法添加了田卫剂 依法裁罚 也要求店家下架销毁 来到夜市内销售糖果的摊位 卫生人员将糖果装袋带回检验 上月中旬至今 高雄针对夜市老街卖场 以及实体网购商等店家稀查 发现人物的八卦夜市 大赦夜市都有人违规卖辣平糖 送院后发现 有些辣平糖违反规定 加入不能添加的田卫剂 人物八卦夜市 大赦夜市茶盒 茶获业者贩售辣平糖 辣平糖剪出田卫剂 与规定不符 卫生局将依违反食安法裁除 并限改下架销毁 顺市经查243家 共4家不合格 两家销售辣平糖 另外两家卖来路不明 为核准进口的中国食品 辣平糖因色彩丰富 在中国相当流行 不少孩子爱吃 台湾透过购物平台 也能买到 取得管道不难 他虽然标榜是 蜂蜡加果酱或糖香制作 但是蜂蜡成本高 市府忧心可能遭不肖人士 以工业蜡更替 吃多可能有害健康 也担心遭额外添加 来路不明的物品 恶心呃吐甚至便秘 那长期来吃食用 还可能造成肠阻塞 那有人还会对它其中的添加物 比如说色素 这些等等造成这个过敏 医师提醒工业蜡制成的糖果 吃多可能造成肠堵塞 严重可能危害生命 不明添加的人工糖 也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甚至引发过敏 提醒家长留意 知名回转寿司 台湾寿司狼 近日发生消费者 将自己带的槟榔 放上了回转台 还拍影片上传网络 台湾寿司狼发出声明 表示所有的店铺 会全面清洁消毒 并且要追究法律责任 男子把整包槟榔 放上寿司店的回转台上 还笑着拍下影片 上传社群平台 影片曝光后 引起大批民众留言踏罚 台湾寿司狼8号发出声明 指该顾客行为 已引发餐饮卫生疑虑 严重影响商誉 已委托律师 采取法律行动就责 我们业主这边 其实是对于食品安全的卫生 是非常重视的 目前公司这边 是打算会对他提起 民事诉讼要求偿 台湾寿司狼强调 所有店铺在接获消息后 已完成全面清洁消毒 并会全面加强人员巡检 确保用餐环境安全及卫生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 食品安全卫生 有赖全民共同维护 消费者应自律 避免污染食品容器具 影响食品卫生 而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也会要求业者需符合卫生规范 消费者如有不恰当行为 可能影响饮食卫生时 应欲归切 探影业者要求从业人员 作业场所 设施设备卫生管理 及其冰保制度 均应符合食品良好 卫生规范准则 自规定 如果说他本身有一些疾病的话 他手 就是他身体都接触到那个冰囊 然后放在我们的回转瘦式盘子 然后他可能会间接的 污染到其他食物 环境部最新调查发现 国内多间医院放流水的抗生素 明显超标 如果透过食物链 进入到了人体里头 容易有抗药性 进而产生超级细菌 如果身体不舒服 只要拿健保卡 就可以到住家附近医疗院所就医 非常方便 不过环境部最新调查发现 近三年来 国内多间医院 放流水的抗生素 明显超标 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 环境部表示 从2020年起 陆续调查国内医疗院所 放流水情况 包括台南奇门医院 高雄医学大学 亚东医院 与台中荣总等八家医疗院所 发现医院放流水 减出多项超标的抗生素 对此有学者担忧 医院排放流水 进入下水道 如果透过食物链到人体内 容易产生抗药性 进而产生超级细菌 为了降低抗生素 抗药性对国人的威胁 机关署强调行政院已经核定国家级防疫一体抗生素 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将于明年正式启动 到时会将卫福部农业部与环境部等相关部会 纳入跨部会平台共同合作 以色列连续多日对真主党展开猛攻 造成了大量损伤 以及党内接班人生死不明 而真主党昨天是首度公开表示 支持在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军方8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的猛烈空袭 造成数十名战士死亡 其中包括区域指挥官和区域官员 并以派遣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 也是部署在边境的第一只后备师 还把针对真主党的地面行动 从黎巴嫩东南部延伸到西南部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 原本被认为会是已被铲除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拉勒之接班人 萨法丁很可能已经被除掉 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上周在轰炸真主党情报总部时 就知道萨法丁在那里 空袭之后萨法丁失联 至于纳坦雅胡所指的 接班人的接班人是谁 尚不清楚 真主党副领导人卡西姆八号 在电视演讲中表示支持停火 一旦真的停火了 就可以透过外交审视 所有其他细节 这也是真主党第一次 在没有提到 以终止加萨战争的先决条件下 要先停止在黎巴嫩的战斗 美国方面认为过去一年来 国际社会呼吁停火 真主党不听 现在处于劣势才这么说 并不奇怪 美国五角大厦当天还宣布 以色列防长格朗特将不会依照原本计划 九号访美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 各国纷纷采取了撤侨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还特别提及撤侨名单里 有一位是台湾同胞 掀起外界不少的讨论 以离冲突升温 包括塞尔维亚 法国 巴西等国都陆续撤侨 近期也已经有大约九百名 美国公民和家属 搭乘航班离开黎巴嫩 但美国国务院也强调 仍希望两国寻求外交解放 中国陆续也安排两梯次 以包机和轮船撤离 215位中国公民 新厦门轮一接获撤侨行动通知 立即转往备露特港载人 许多人挥舞着手中的中国小国旗 难言总算可以回家的激动心情 只不过在中国外交部的撤离名单中 还特别提到有一名是台湾同胞 掀起外界不少讨论 共215位中国公民 分别搭乘轮船和包机 从黎巴嫩安全撤离 其中包括三位香港居民和一位台湾同胞 我外交部证实 这名现信男子确实是我国国人 但旅居黎巴嫩期间并没有和住处联络 批评中方趁撤侨之时 矮化我国家地位 明天双十节 总统赖清德将首度发表国庆演说 两岸论述是否在提及祖国论 也备受关注 记者朱凤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示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